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麗絲奇情緒認識的 沙士比亞頻道 一年幾集 我們會和演出團隊 談談有關沙士比亞的事情 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 陳歲月 今集請來嘉賓 Hello 我是Grace 阮偉盈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沙士比亞與睡眠 在暴風雨中 我飾演的帕斯布拉 經常把自己的女兒睡眠睡著 我非沙士比亞很喜歡睡覺 這一點我都覺得非常有趣 我有想過 為何麗絲奇演戲後 她不是回到後台睡著 於是我就去找找 沙士比亞與睡眠有什麼關係 我發現原來沙士比亞曾經說過 睡眠是一切精力的完全 是病患者的靈藥 意思就是說 睡眠可以醫治我們人的身體 和我們的心靈 難怪 在沙劇裡面 很多這些人物 他們經歷了很多苦難 他們莫非都是靠這些睡眠 去使敵自己的心靈 說得對 其實沙劇裡面 很多人物都會遇到苦難 這些苦難有時是外力去導致 有時是他們自己心裡去產生 說到悲劇 沙士比亞的悲劇人物 是最容易有失眠問題的 例如 因為他們的苦難 去到某個嚴重程度 會影響他們的身體機能 於是會產生什麼睡眠問題呢 例如 失眠 睡眠窒息 發惡夢 以及夢遊等等 有時也會有甜言發生的 例如 還是夜之夢 不過 在暴風雨裡面 也有提到夢 我記得 帕斯布拿 曾經這樣說過 我們只是夢幻炮影 獵造而成 渺小的生命 不斷在夢中龍舞 但有時想起 其實有夢法也不錯 代表 睡得著 睡得著才會發夢 如果睡不著的話 就真的很辛苦 例如 冬天的故事裡面 西西里亞國王 因為他疑心 妻子出軌 他疑心重到 令到他失眠 例如 暴風雨 暴風雨裡面 也有人睡不著 例如 布拿斯國王 黃族他們 遇到巨大的災難之後 他們也睡不著 那怎麼辦 睡不著 很辛苦 有沒有方法解決 有的 沙士比亞 也有提供一些方法 其實他的劇本裡面 也有些不同的方法 可以醫治失眠 例如 例如 他在奧塞羅 奧貝羅裡面 他也曾經提過一些 有些藥方 其實就是 伊利沙白時期 甚至更早的時期 是他們坊間 平民百姓 會用的藥方 去醫治失眠 他在劇本裡面 有提到的 還有其他事情 還有 例如 剛剛提到冬天的故事裡面 其實沙士比亞 也提供了一些 我們現代人會用的方法 例如 聽一些美好的音樂 或者聽一些 別人的安慰 這些都是可以 醫治到失眠的方法 多麼厲害 你說 沙士比亞 是不是醫生來的 Dr. Shakespeare Dr. Shakespeare Dr. Shakespeare 我覺得Dr. Shakespeare 這個字挺適合的 因為我覺得 沙士比亞 好像是他博士 他會懂很多東西 還有 我也覺得 他可能因為 他是一個編劇 也是一個演員 其實他的觀察力 是非常之強的 例如 在睡眠方面 或者在一些人的病方面 他的描寫 是很仔細的 所以後來 有些人說 其實沙士比亞 他的赤作 是影響了 後世的醫學發展 今次你飾演的角色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好啊 我飾演的角色 叫做米蓮達 她就是 帕斯布拉的女兒 她和媽媽 在一個方島 一起住了12年 這個角色 是一個很單純的女孩 但單純得來 她一點都不愚蠢 而且她是有了 慈悲的心 那今次 你怎樣看自己的角色 這個角色 我也覺得有少少難度 因為當開始排戲的時候 我發現 比起六、七年前 我要去演繹一個十五、六歲的角色 好像更加難 難是難在 可能做人的年紀 多了一點 身邊的人和事 社會 這個世界 令到我自己的思想 複雜了很多 會有很多的思量 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掣肘 但是 米蓮達這個角色 我會覺得 她好像一個小朋友 她開心的時候 會笑 悲傷的時候 會哭 身邊的人 不開心的時候 會陪她不開心 但同時她又會有脾氣 她會有自己喜好 另外 她有自己想法 她會主動說出來 另外 像小朋友的地方 即使她有一個人 她不喜歡 她可能會生氣 不侵她玩 但她不會想辦法去害她 而且 米蓮達 她對這個世界很好奇 所有事情 她看到的第一眼 都會覺得是美好的 我記得在電影裡 米蓮達 對於她母親來說 是她的精神之處 所以她的台詞也有提到 她的消融 就是上天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物 充滿了正能量 這個也似是回應我們周圍的環境 通常在苦難裡 人都會有一種負能量 米蓮達就是屬於吸引人 正能量的人 也是一個慈悲的心 她看到沉船 她也會覺得是痛心的 對於你這次演的 有什麼挑戰 或者你想有什麼目標達到 我覺得最難的 演沙劇最難的就是演沙劇 我想回 其實在學校讀書的時候 其中有一課 是表演課 是上沙士比亞的 其實我當時很恐懼 因為我以前覺得 做戲就是要收拾慢慢 在裡面有很紮實的感情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都說 演戲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真實的情感 truth feeling 即是要真實的 很多時候一真實的話 我們無形之中 有感覺的話 要收在裡面 而且是一種 我們叫做naturistic 即是很自然的感覺 無形之中 你會收細了給別人的感覺 所以你覺得放大 好像身體不舒服 對呀 很誇張 甚至我會覺得 沙士比亞的電影 很肉酸 很誇張 這樣也說得出來 很搞笑 很奇怪 很奇怪 後來有老師 跟我說 Grace 你這樣的想法不行 你演戲 你不演給別人看 那做來做什麼 如果有一天 讓你做一個領域 你要領域 但你不讓觀眾看 那觀眾看什麼 於是我就改變了 一些想法 對呀 作為演員 我要說到台詞給觀眾聽 我的一舉一動 要給觀眾看 我的感情 要感染到觀眾 這是一個責任 所以我就沒那麼恐懼了 如果我覺得做沙士比亞 我覺得自己做孫 應該還沒做到 如果我們找回資料 在外國也有很多研究 就是說沙士劇本身的語言是英文 他們有他們的做法 當然這次我們做的就是廣東話 但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的台詞都是詩化的台詞 即是說 不只是沙文那麼簡單 第一集我都有提過 很多時候都是詩來的 為何將詩表達呢 內在的話 是一定要真實的 但如果在外在上面 去運用台詞的話 你一定要強化它 因為你所有台詞的話 你一定要去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即是說要跟觀眾分享 所以我們如何處理 第一件事先熟讀 熟讀完之後 我們要將情感澎白的台詞 就要把它處理給觀眾 是不是很想看呢 所以大家 進來看我們的暴風雨 就會看到我們的演出 記得要like share comment 我們這條片 還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記得要 按下旁邊的鈴鐺 拜拜 拜拜 我是這個節目的主持 陳歲月 今天我請你 於是我就做這方面的資料搜集 看看究竟沙士比亞和睡眠有什麼關係 我就發現有人說 I'm sorry I'm sorry Hits 如果是冬天感不及到這才三十多 在冬天的故事裏 西山為暴風 因為他怡心妻子章鬼 怡心寵 Lok Nate S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